初學者打開Blender 其實我們可以先做一些設定 方便以後在工作的時候比較習慣一點 我們可以先打開File這個地方 然後呢 打開User Preferences 這裡呢 使用者設定都在這邊 那有幾個 有七個項目 那第一個呢 是Interface 我們一般來說先會稍微調整一下 我個人化會調整一下這個Display 這在2.79版以後才開始有這個 所謂的整體的自行大小 可以自己去定義整體的 像我習慣用到1.3 在做教學的時候 學生可能比較看得清楚 接下來 這邊呢 底下有一個Auto Perspective 那我先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打勾 那在沒有打勾的狀況下呢 我們按Numpay 就是數字鍵的 鍵盤右邊的數字鍵 我如果按1的時候呢 我希望其實應該是正式圖 是Orthographic 就是正式圖 而不是透視圖 現在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邊叫做Perspective 它是透視的 所以實際上呢 如果在場景裡面有兩個以上的物件 可以比較一下 然後有前有後 我按一下1 比較遠的物體呢 它這邊有透視有比較小 而且呢 可以看得到它的這個側面 那如果我們要切換到 Orthographic的時候呢 我們要再按一次5 數字鍵 右邊Numpay鍵的5 這時候呢 才是Orthographic 可是如果每一次都需要這樣按的話 像我們如果要返回 原始的3D的視圖的時候 我們可以按一下滑鼠中間 把這個滾輪往下壓 然後呢 移動這個畫面 我們就可以旋轉 由剛剛的這個Orthographic呢 直接跳到3D的視圖來 可是呢 目前這個3D視圖呢 它也就會是Orthographic 所以說也就是 沒有透視的情況 就是變成真視圖 可是一般講 我們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做事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造成一些 視覺上的混亂 所以呢 還是需要再按一下5 切換Orthographic跟Perspective 現在是Perspective 再按一次 就是Orthographic 好 那我們希望如果可以 原來在這個 Front View的時候呢 它是Orthographic 但是我按滑鼠中間 直接切換到3D的視圖呢 它會自動跳回Perspective 那這個 這邊的這個AutoPerspective 就非常好用 所以我先如果在這邊 直接打勾 那我切換到1 Front View 這時候呢 我如果直接把它 滑鼠中間按下去 直接移動的話 它跳回來 就會直接跳回Perspective 所以 按1 那個Numpay 1 的時候呢 就是Orthographic 那再按一次 然後這時候呢 滑鼠中間壓下去 自動跳回Perspective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是比較好用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我會打勾這個 AutoPerspective 然後呢 因為老花的關係 我需要自行大一點 所以 可以開到1.3 如果年輕人可以開到 開1或0.8 小一點 我曾經有碰過 有人開這麼小 0.幾 可是這個真的 看得非常吃力 那1.3 好 那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Editing 這個Editing呢 底下 在Default的設定值裡面的話 這邊有個Goable Undo 就是 全局全域的 就是整體的Undo的Step 的次數 所以 我建議還是直接把它 用花束的左鍵 壓住這個大概中間的地方 壓著往右拖動 最多到256次 所以你的Undo 就是反悔的次數 可以高達256次 那 別的軟體有 甚至是Unlimited 那就是看你記憶體的大小 電腦記憶體的大小 可是一般來講 256次應該也 配Undo到256次應該也夠了 所以原則上256次 就把它挑戰256 好 那 其他的地方 可以先不去動它 其實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再玩玩看 那接下來 Input 這個地方 Blender 比較不同的是 它是用 右鍵選擇 來看一下 我們選取物件呢 是按右鍵選擇 可是 其實 常常會造成初學者的一些混淆 因此 常常會 初學者習慣到都還是用畫素左鍵 這時候呢 就會改到這個 我們講的Cursor 3D的游標 這是定義3D物件位置的一個小小小的關鍵工具 可是呢 因為我們習慣用 一開始都已經定型了 大概會用電腦 會用Windows 各種視窗軟體 都是左鍵做選擇 所以常常造成學生 學員混淆 所以 各位可以 試試看 到這個Input 這個地方 我們 把這個左右兩鍵點到 那就是 Stacks With 用左鍵選取 所以呢 假設我用 調整過後 我就可以按 左鍵 選取 右鍵是定義 這個Cursor的位置 這樣也是OK 左鍵選取 左鍵選取 右鍵定義 Cursor的位置 右鍵定義 Cursor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 其他地方 也是有興趣的 可以改 我是建議 盡量不要改啦 在這個地方 可以盡量不要改 因為 可以盡早的熟悉這個 Blender 另外有一個 emulate emulate numpay 因為 很多人 現在大部分 都不是用桌機 是用notebook 可是 一般來說 大概13吋 或14吋以下 的notebook 一般來講 已經沒有numpay 就是右邊的數字鍵 像電話鍵 九宮格的數字鍵 所以 我們需要 有時候 在Blender常常 需要切換這些 所謂的 正式圖 測試圖 的時候 就沒有按鍵可以按 除非 我們到這裡 來view這個地方呢 選 這裡 呃 應該是 這邊只有五 可以選 他現在已經改到這邊來了 這邊呢 會有一個viewpoint 然後會有1357 137 這樣來切 可是這樣子其實 呃 有點 有點慢 在這邊的話 所以呢 我建議 可以把剛剛的這個 所謂的 emulate emulate numpay 就是把我們 鍵盤的上面 上面是有一個 12345 12345 789 0的數字鍵 把它模擬成 我們右側的 數字鍵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打勾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按 鍵盤上的 數字鍵 他就可以 直接做切換 如果是用 notebook的朋友 也可以這樣子使用 emulate 那 接下來有個 add-on 那 各位 我們來 裝一下這個 add-on 好了 各位可以到 blender wiki blender.org 這個地方呢 去找 一個叫做 screencast key 這個 這個add-on 他實際上可以幫你 秀出 你目前 正在 按的按鍵 像這邊 就會跳出一個 screencast key 然後呢 它叫做 有一個 start display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這邊多了一個 這個 這個叫做 滑鼠的按鍵 所以我按左鍵 它這邊會亮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 調整一下 這個 mouse的大小 調到最大 150 所以 我如果按下滑鼠左鍵 這邊會亮一陣子 那 時間呢 可以 fade out time 我們可以調到 1秒鐘 或是 0.1秒 最小0.5秒 所以按一下 這個他只有 左鍵 左鍵 好像沒辦法 他只有這個test 我們按一下b 假設按b 他這個b是很快的 大概只有0.5秒 可是滑鼠並沒有辦法 快速的消失 OK 所以至少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滑鼠 我按一下中間 或是滾輪 像我往下滾 就會出現這個 往下的感覺 圖案 然後往上滾 一圈、兩圈、三圈、四圈 四圈 四個啦 然後呢 或我按右鍵 選 右鍵 定義這個curse 那 這樣就會保留 那 我們要怎麼裝這個 add-on 呢 假設我們目前都沒有裝 先把它關掉 然後呢 install add-on from file 我們先去這個 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這個 檔案 py.py Python 這個檔案 另存連結 把這個 spaceview3d screencast key 呢 這個py存下來 好 假設我存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回到blender這個地方 然後 再一次 user preferences 然後 install add-on from file 我就可以去找剛剛我的那個add-on 假設我是存在我的低潮 blender foundation add-on 選到這個 我是這個spaceview3d 然後 install add-on 放 file 它就把它存進來 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 放大鏡這個地方 search這個地方找 screen scremcast 打screen的時候 應該第一個就是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打勾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property這邊看到這個 start display的這個按鈕 那如果勾掉 它就消失 好 所以 各位如果有教學的需求的話 可以把這個打開 好 接下來呢 這個 所謂顏色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個人 誰個人喜好就做調整 然後 或者是你想要直接調 這個已經setup好的 像這個 有其他的顏色 有人喜歡各種不一樣 像Maya的 大概interface的感覺 或者是 甚至 有 CDS Max 的這個感覺 有人會比較習慣 比較熟悉 也可以 那 如果覺得 調一調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reset to default 然後 回到blender的這個 default的顏色 那 再來 file這邊 這邊是定義這個檔案 輸入輸出的地方 那 有個temp的地方 如果 有人稀草 比較小 可以指定到別的地方去 那 這邊有一個地方特別的要注意 就是 Auto Run Python Script 這個地方我建議 初學者可以先來勾一下 把它打勾 以後 其實有些add-on 有些外掛呢 他會需要各位 來啟動這個地方 不然 常常會 他會警告 那建議是先勾了再說 其實 之後要run這個python 還有說 想要寫一點點的 所謂的expression 也是 要大勾這裡 那 另外呢 再回到system這邊 這邊呢 原則上 各位的電腦如果 有裝所謂的 圖形加速卡 就是 像MVIDIA 那AMD的我還不是很清楚 那 原則上我們會有一個 CUDA 這個按鈕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假設你 確定你的電腦有 如果沒有的話 一般來講 如果沒有的話 你的CUDA就不能選擇 像我的電腦是有CUDA的 有裝NVIDIA的 或者是GTX970 那 我可以點下去 那 原則上我們就可以選這個 GeForce GTS970 另外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是 Onboard CPU 這是 2.9 7.9版 以後才有的 7.9版 不知道第幾版才有 它 可以 用GPU 加上CPU一起 加速算圖 那目前還沒使用過 如果有 各位有用過的話 沒有想要用可以試試看 好 那 基本上 好 再來這個 有一個International Fund 就是國際自行 各位如果 有需求的話 可以把它打勾 接下來呢 這個Language 語言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選一下 像我們是用繁體中文 然後呢 把這個Interface按鈕按下去 或者這三個都加上去 就是連提示框 新資料這些都會是中文 那我們可以馬上看到 這邊大部分的自行 通通跳成這個 中文 繁體中文版 但是 我個人還是比較不建議 因為 其實 社會 就是 世界上的那個教學啊 YouTube 大部分也都是英文 而且很多的英文解釋 變成中文的時候 會很奇怪 所以建議還是使用英文 自行 然後呢 盡量的多學 把英文學起來 然後以後也可以 比較能在網路上 YouTube上面 看一些教學 比較 學習會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說這整個的設定都好的話呢 我可以Save User Settings 這一次的所有設定呢 它就定下來 所以我下次再打開的時候 下次再打開一個 如果開箱如果 running 我用這個 wy台文的 之前 Huub 是的 μέ到衣跟 stan 這次的不會是 一日的 另外呢 這邊有個Startup的設定方式 我們可以在Screencast Key這邊先把Mouse圖形秀出來 然後字我可以調大一點 我打A 這是我另外一個秀的軟體 這個是Blender本身的軟體 它可以秀你剛剛打的什麼東西 AS或者是Ctrl-A OK 那可是呢 像我這邊每次設定完 我希望它只要秀一秒鐘 然後大小用到80的大小 滑鼠用到150的大小 這樣OK的話 可是你下一次再打開新檔案或別的檔案的時候 尤其是別的檔案 新檔案的時候 它就會消失 這些設定就會不見 所以呢 可以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Blender提供了一個 Safe Startup file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檔案給存下來 把它給目前的狀態存下來 或者是像現在我多選這三個 按住Shift加選 所以我選擇到的物件呢 它同時這三個軟體都會秀出來 XY Rotation 然後呢 Scare跟Move 它都可以秀出來 像這樣子的話 這個設定 我就可以把它整個存下來 Safe Startup file 好 存下來 所以呢 我下次在New這個新檔的時候呢 它跳出來的就是這樣子 它就不會再跳回 變成只有單一個選項 那這邊呢 Screencast Key 它還是會關起來 但是我們只要打開 再按Play這個按鈕 這個Mouse的圖形就會變成這麼大 像我們剛剛已經設定好的大小 所以比較方便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再去試試看 其實在這邊有一些設定呢 也可以 比如說你這邊已經設定好百分之百啊 然後 Start frame End frame 應該也是可以修正 假設我這邊跳一百 所以我下次 我先Save Startup file 下次再開新檔的時候 要Load進這個檔案的時候 這裡 Start frame 是以End frame 已經變為100 那它的Resolution呢 就192080 然後底下是100 那百分之百的Render 那 大致上是這樣 那如果說真的覺得說 你改這樣子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整個全部 Load factory setting 全部把它回歸到出廠的設定值 或者是呢 你可以去 去網路上download 或者說是去 在Blender download的時候 去把這個 Stop up file 先做一個備份 再把它Loading進來也可以 那像我現在直接按load Load factory setting 的話 它的整個會 跳到最原始的狀況 那像剛剛那些設定都沒有 都不見了 但假設如果說 我覺得這樣子OK的話 就可以先Save Useed setting 這樣就會保留 目前最原始的狀況 好 謝謝